大家好 上一集魔幻写实号 带大家看过拉丁美洲的魔幻写实经典 今集 让我们又用下时间魔法 回到50年前的香港 看看谁把这个神奇的文学流派带回来香港 为什么回到70年代的香港 还看到马灰斯? 原来当时的香港文学杂志已经很前卫 做了个专辑介绍他 除了刊登由吴许斌翻译的《百年孤席》第一章 还有也诗讲解这部作品的特色 将魔幻写实文学引入到华文世界 也诗还尝试在自己的作品里加入魔幻写实色彩 养龙人斯门就是他融入了中国古代神话 和自己的工作经验而写成的作品 一起去皇宫看看斯门是怎样养龙的 主角斯门原本很开心可以去皇宫养龙 谁知去到只见到一条被糟蹋到得半条命的龙 即使斯门想尽力照顾好他 但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废时失事的程序 都令斯门觉得很无奈 有一次负责开门口的阿吉为了讨好皇帝 就叫斯门在皇帝来巡视的时候 帮条龙带花冠和金族 斯门内心很鄙视这个不懂养龙 但又喜欢指手滑脚的阿吉 于是他就将这些不伦不类的装饰 通通吃了下肚 手背还离奇地生了个花园出来 这个情节听到荒诞 但职场上又真的有机会遇到 像阿吉那样讨厌的同事 斯门那种咬牙切齿的心情 你又有没有共鸣? 除了也思之外 西西同样受到百年孤席的启发 西西将自己从80年代开始写的 肥土镇系列故事整合 发展成充满魔幻色彩的长篇小说《飞战》 小说讲述花士家族三代人 见证着肥土镇的百年兴衰 当中融合了中西神话和童话 同时亦折射出香港自开埠以来至90年代 百多年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变迁 想知结合了神话预言故事 和香港风俗史的肥土镇有多神奇? 就快点打开地图看看怎样去吧 在巨龙国的最南面 这个看下更小过芝麻的地方就是肥土镇 肥土镇原本就像一块圣骞尖一样 只是外国商里行经的一个普通小镇 但在一百年间 这个小鱼港慢慢发展成现代化的城市 摇身一变成为神奇的飞尖 这个城市的发展史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香港的影子呢? 不过肥土镇和我们熟悉的香港有所不同的是 这里还寄托了西西对乌托邦的想像 周围都充满着神奇的情景 化验颜同化里巴巴坐在飞尖上夜游肥土镇的一幕 真是好像童话那么浪漫 他们用神奇的智障叶令肥煎隐形 再好像吹泡泡的把智障叶吹散 蓝色的荧光飞满天 就好像落了一场魔法雨 但魔法总会有失效的一日 正如神奇的肥土镇 竟然在小雪的结尾完全消失 所有对肥土镇的记录都变成空白 就连故事的聚述者都无法阻止 到底肥土镇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我们怎么才可以将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大家不妨去图书馆找下答案吧! 今次旅程带大家欣赏了几本拉丁美咒 和香港的魔幻写实文学作品 见识到原来现实都可以充满魔幻色彩和神奇的事物 作为今次旅程的纪念品 这只魔幻之眼就送给大家 魔幻写实文学的神奇世界 就交给你们继续探索吧!